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国家想要参与 需经过两国同意 乌克兰七个地区恢复电力供应 但是电网完全恢复人群事件 在顿巴斯地区 俄乌双方都称成功打击敌方阵地 英国经济乱局持续 通胀创41年来新高 英国社会呼吁当局关照弱势群体应对生活危机 伊朗西南部集市遭到武装分子袭击 造成至少5人死亡 15人受伤 目前尚没有组织宣称负责 各位早上好 欢迎大乘 2022年11月17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 不是郭杨子 我是任任 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G20峰会的最新消息 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 在16号的下午在印尼巴厘岛闭幕 而在当天举行的峰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发言 习近平16号继续出席 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 在讨论数字转型问题时 习近平指出 当前数字经济规模扩大 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 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 中国主办20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 首次把数字经济纳入20国集团议程 提出创新发展方式 挖掘增长动能 近年来 20国集团在适应数字化转型 发展数字经济方面 凝聚了更多共识 推进了更多合作 希望各方激发数字合作活力 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造福各国人民 一要坚持多边主义 加强国际合作 合力营造开放 包容 公平 公正 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在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方面 推进国际合作 释放数字经济 推动全球增长的潜力 搞所谓小院高墙 限制或阻碍科技合作 损人不利己 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二要坚持发展优先 弥合数字鸿沟 各国应该携手推动 数字时代互联互通 采取有效措施 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和素养 尤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 和弱势群体 融入数字化浪潮 努力消除数字鸿沟 中方已经发起建设 数字丝绸之路倡议 并将数字经济 作为全球发展倡议的 重点合作领域 期待就此同各方开展合作 三要坚持创新驱动 助力亦后复苏 中方提出了 二十国集团数字创新 合作行动计划 旨在推动数字技术 创新应用 实现创新成果 普惠共享 欢迎各方积极参与 中方愿继续同 二十国集团成员合作 携手构建 普惠平衡 协调包容 合作共赢 共同繁荣的 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峰会通过了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巴厘岛峰会宣言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6号晚在巴厘岛 同印尼总统左柯 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就 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 达成重要共识 一致同意 以明年中印尼 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 打造高水平合作新格局 习近平和左柯 首先共同视频观摩 亚万高铁试验运行 并观看两国合作成果 展示视频 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 三个多月前你访问北京 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 中方单独接待的 首位外国元首 我将印尼作为 中共二十大后首访国 彰显了中印尼关系 在各自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刚才我和总统先生 一起观摩了 亚万高铁的试验运行 也观看了中印尼合作的成果视频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就 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 这还在地区和全球层面 产生积极影响 为发展文国家团结合作 互利共赢 树立了样板 习近平祝贺印尼 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习近平指出 中印尼合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 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 还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产生积极影响 中共二十大确立了新时代 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印尼也正朝着2045建国百年愿景 加速迈进 中国愿同印尼相携相助 结伴同行 习近平指出 中方愿同印尼持续深化 一带一路倡议 同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对接 推动亚万高铁尽早建成运营 双方要继续推进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元建设 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 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尼建设区域疫苗生产中心 推进疫苗联合研发 欢迎更多印尼优势产品走进中国 中方将继续鼓励优秀中资企业 参与印尼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助力印尼建设新首都和北加里曼丹工业园 拓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合作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代表 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聚焦减贫 粮食安全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方支持印尼当好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聚焦发展和合作 推进五大家缘建设 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佐科表示 印尼愿同中方一道 全力确保亚万高铁明年如期投入运营 印尼对双方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 生产等领域合作表示满意和感谢 愿继续加强医疗卫生合作 印尼愿同中方共同建设好区域综合经济走廊 两国双元等重要项目 以及印尼北加里曼丹工业园建设 希望双方深化战略合作和务实合作 共同打造两国命运共同体 印尼愿积极促进东盟中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2022-2026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 以其经贸合作 数字经济 职业教育 药用职务等领域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习近平16号在巴厘岛还分别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16号下午 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特别是大国应该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 多为世界注入信心和力量 我们是今年2月份建国以后 到现在 这个时间实际上不长 但是不长的时间内 这个世界可又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啊 而且有些事情是重大事件 是一些重大变化 你在今年联合国大会呼吁各国弥合分歧 共同行动 我十分赞同 我们必须以人类前途命运为重 同舟共济 共和世间 特别是大国应该以身作则 发挥带头作用 不应该制造分裂 甚至对抗 趁火打劫 我们要多为这个世界注入信心和力量 习近平同时强调 中国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坚定支持者 要实现世界和平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必须遵守 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必须重视 中方愿同联合国加强合作 共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古特雷斯再次祝贺习近平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他说联合国高度赞赏中国坚持多边主义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必须得到尊重 联合国期待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发挥更重要作用 16号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见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习近平指出 中意同为文明古国 互为全面战略伙伴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深厚合作基础 双方应该传承和发扬友好传统 求同存异 扩大共识 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愿进口更多意大利优质产品 欢迎意大利担任2023年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主兵国 双方应该着眼 2026年米兰冬奥会 加强冰雪运动和产业合作 中方愿同义方 继续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 加强沟通协调 深化团结合作 弘扬真正的多边主义 携手应对全球经济等重大挑战 梅洛尼则表示 中国是世界大国 亚洲在全球分量中越来越重 义方希望同中国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等框架下密切协作 更加有效应对当今世界 面临的各种紧迫挑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在G20峰会期间 进行了短暂的非正式会晤 特鲁多谈到俄乌冲突 朝鲜半岛局势 以及即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缔约方大会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消息指 特鲁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峰会会议间隙 进行了短暂的交谈 特鲁多还特别提到了 中国在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上 所起的作用 特务多在峰会上宣布 加拿大将拨款7.5亿加元 帮助亚洲发展中国家 改善基础设施和生产新冠疫苗 这笔款项也是加拿大政府 即将公布的印太战略中 最大一笔拨款 同时 加拿大还将拨款8000万加元 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 加强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应对 凤凰卫视 组合琴 武警苏一恒 文革华报道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闭幕 并且公布了巴厘岛峰会宣言 印度将会在12月1号起 正式担任J20轮值主席国 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七次峰会16号闭幕 并公布巴厘岛宣言 宣言指当前全球多重危机叠加 世界经济经历了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破坏 以及气候变化等其他挑战 导致经济下滑 贫困加剧 全球复苏放缓 并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宣言又表示 今年还见证了在乌克兰的战争 进一步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多数成员强烈谴责在乌克兰的战争 强调这场战争正在导致人民严重受苦 并放大了世界经济现存的脆弱性 包括制约增长 增加通胀 打断供应链 加剧能源和粮食的不安全性 扩大金融稳定风险 坚持国际法维护和平与稳定的 多边体系十分重要 这包括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坚持国际人道主义法 并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和基础设施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不允许的 和平解决冲突 一切有利于解决危机的努力 以及外交和对话都很重要 二十国集团采取切实 精准 迅速和必要的行动 至关重要 将继续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帮助他们应对全球挑战 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基于主席国印尼提出的 共同复苏 强劲复苏主题 各国将采取协调行动 推进强劲 包容 韧性的全球复苏 以及创造就业和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包括维持宏观经济政策 应对与合作的灵敏和弹性 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 继续承诺使用所有适用工具 减缓经济下行风险 注意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为强化金融韧性 推动可持续金融和资本流动而采取的行动 采取行动 维护粮食和能源安全 支持市场稳定 提供临时和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 以缓解物价高企的影响 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再次承诺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通过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建设可持续有任性的粮农系统和全球供应链 采取协同行动解决全球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问题 维护粮食供应链正常运转 促进粮农贸易畅通 促进乌克兰俄罗斯畅通无阻的运送粮食 和化肥等产品的伊斯坦布尔协议 以及协议的延续性 地缘政治挑战加剧了能源危机 呼吁各国推进能源转型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应对疫情方面坚持人民至上 提高防范和有效应对疫情的能力 在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和协调下 加强全球卫生治理 欢迎在世界银行设立应对疫情大流行基金 宣言又重申以世贸组织为核心 基于规则 非歧视性 自由公平 开放包容 平等可持续和透明的多边贸易体系 这对于在开放和互联互通的世界中 实现全球经济韧性与复苏不可或缺 重申对腐败零容忍的承诺 将通过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 二十国集团拒绝腐败分子 入境执法合作网络等加强国际合作 促进连接文化 拒绝为腐败犯罪人员及其资产 提供避风港 在就业 教育 旅游 文化 妇女等领域 继续开展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16号下午在巴黎岛会见印尼总统夫人 伊利亚娜 彭丽媛抵达时 当地青年用印尼传统乐器 加美兰奏响迎兵曲 伊利亚娜热情凝结 同彭丽媛合影留念 彭丽媛在伊利亚娜陪同下 观看了印尼传统文化艺术展演 和工艺制品展 当地女童们身着节日盛装 跳起迎接贵宾的彭德舞 彭丽媛同她们亲切交谈 彭丽媛称赞印尼巴黎岛特色的 手工丝织品等十分精美 彭丽媛与伊利亚娜品相名 聊家常 赏音乐 彭丽媛赞赏伊利亚娜 热心公益 介绍了中国在结合病 和艾滋病治疗与防护方面 采取的积极政策和取得的成绩 希望两国在公益领域加强交流 共同促进民生福祉 离开前 身着民族服装的 巴黎岛乌达亚纳大学 旅游孔子学院学生 用中文演唱了印尼歌曲 《美丽的梭罗河》 彭丽媛称赞学生们歌声动听 感谢乐师的伴奏 学生中有人亲热地喊出 彭妈妈您好 彭丽媛高兴地予以回应 他询问学生们学习和生活情况 他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汉语 欢迎印尼更多年轻人访问中国 了解中国文化 成为中印尼合作的使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正好先生来分析和解读 郑先生好 您如何评价这次的G20峰会 您觉得这次峰会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复苏有什么影响 G20巴黎岛领导人峰会已经是圆满的结束了 这次的峰会是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我们看到的疫情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恶无战争又为整个的世界经济的复苏 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挑战 那么这些挑战 这些问题都是世界性的 所以G20巴黎岛峰会 要求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一个讨论 并且要找出具体的解决的办法来共同应对 共同复苏 共同来应对当前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那么这次的峰会让我想起2008年 第一次G20首脑峰会 当时是因为美国金融海啸造成了整个全球的金融危机 而这次似乎在大背景方面和2008年的那一次有所相同 就是整个世界的经济 因为一些特殊的重大的事件 显得非常的紧迫 也需要各国领导人通过具体的协商 深入的讨论来找到解决的办法 那么这次在巴黎岛举行的G20领导人的峰会 发表了共同的宣言 同时通过大会小会 多边双边的各种的讨论 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 虽然它不是非常完美的一次G20领导人峰会 因为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利用俄乌冲突 把对俄罗斯的敌对的情绪也带到了G20峰会 那么对俄罗斯进行了排挤 虽然主办国印尼激励的要平息各方的意见 平息这个矛盾 但是因为美国和他的盟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些动作 所以让这次的峰会在这个方面 就是在团结这方面出现了一些瑕疵 但是总体上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一次的G20巴厘岛的峰会 它是成功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中国大外交在这次的峰会上展现了风采 通过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中国的方案 也让各国家热议习近平主席两次在峰会上的讲话 另外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 我觉得也是中国大外交的最大一个亮点 就是在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的双边的会晤方面 取得了积极的实质的成功 这里面既有和发展中国家的多次的这种双边的互动 同时和发达的经济体 特别是和像美国 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 习近平主席和澳大利亚总理尔巴尼斯的会晤 那么为中国这个大外交 为中国在和这两个和中国最近这段时间 有矛盾有分歧的国家 那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或者叫打开了一扇窗 昨天我用了这样的一个标题 就是说和美国的关系和澳大利亚的关系 出现了缓解解冻 甚至于开始要向前迈进了这样的一些迹象 和发展中国家的互动当然就更多 更积极 应该说这次西米主席出席这个大会 很多的国家的元首是排着队 要和习近平主席会见 希望能够通过和习近平主席的会见 来听到他如何来判断 国际的形势如何来判断 和这些国家的双边的发展 他们是排着队要见面 但是因为日程太过紧凑 又出现了一些状况 所以并不能完全的满足这些国家 领导人的这个希望 但是没关系 因为马上APAC又要在泰国举行了 所以还有机会 那么在另外一个场合 那么进行双边的一个互动 总而言之 就是这次的会议 它的成果是非常丰富的 特别是在宣言这一部分 我们看到一开始 大家还都怀疑 是不是会有共同宣言发布 但是这个宣言最终还是发布了 而且非常的具体 而且我必须要说的是 这个宣言的草稿 核心的部分 重大的一些阐述 是没有任何改动的 只是个别的一些措辞有所改动 但是整个的草稿的核心内容 却没有任何的改动 而且所有的出席 G20分会的领导人都签了字 都认同这样的一个宣言 这个在过去是很少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过去 因为一些国家对某些提法不满意 不签名 尽管通过 但是它不签署 但是这怎么用 而且对草稿修改的部分少之又少 这个是非常罕见 说明什么呢 说明各国都愿意 共同来面对当前的挑战 特别是减少战争 对经济复苏的影响 因为经济这个方面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是造福于各国民众的 所以大家都愿意把精力 集中放在解决经济问题上 那么特别的不愿意看到 因为战争的影响 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 本来大家都已经很困难 再加上战争的影响 那么当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后果 那么另外就是在这个宣言里面 对所谓的核战 核威胁 战争 冲突 都有比较严厉的这种谴责 或者是用词是比较重的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也反出大家的共同的一个愿望 就是减少战争 共同来应对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 造福于全人类 所以这一次的G20的一个峰会 我的一个总体的感觉 虽然有瑕疵 但是整体上它是非常成功的 而中国大外交 在这次的大舞台上是大放异彩 谢谢张浩先生的解读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6号和卢森堡大公亨利 互执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建交50年来 中卢始终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 成为大小国家友好相处 互利合作的典范 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 郑州卢森堡空中思路 搭建了中欧互联互通的空中桥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中卢携手抗议 为两国友谊注入新内涵 习近平表示 高度重视中卢关系发展 愿同亨利大公一道努力 推动中卢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亨利表示 卢中建交半个世纪以来 双方政治经济人文等各领域合作成果斐然 两国人民友谊不断深化 卢方愿同中方一道 促进交流加强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当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同卢森堡首相贝泰尔互置贺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美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王毅 16号在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期间 分别应约会见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 统筹部长卢胡特 以及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 王毅会见卢胡特时 称赞印尼为办好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 付出巨大努力 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印尼发挥主席国作用 并愿同印尼一道努力 确保即将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 取得丰硕成果 王毅会见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时表示 中末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两国关系不针对第三方 希望两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拓展各领域务视合作 中方愿同末方携手努力 深化中拉中加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一枚来源不明的导弹 在15号的晚间击中了波兰东部的一个村庄 造成两人死亡 波兰外交部说这是一枚俄制导弹 对此俄罗斯国防部在16号表示 经过俄方专家的鉴别 波兰方面所公布照片上的残骸 是乌克兰S-300防空系统导弹的碎片 而乌克兰总统子林斯基对此则是坚持 落入波兰境内的导弹属于俄罗斯 且乌方必须参与调查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 波兰与美国已经启动调查 但是如果乌克兰要参与 必须经过两国的同意 俄罗斯则是指出 波兰因导弹落入境内事件 产生反俄情绪不可接受 希望停止一切与事件有关的反俄猜测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俄罗斯外交部已于16号召见波兰大使 俄方认为波兰因导弹袭击产生 反俄情绪不可接受 此外 俄国防部强调 俄方打击的目标均在乌克兰境内 且距离波兰边境35公里以上 同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深信这不是乌克兰的导弹 乌方也没有发动导弹袭击 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则原以美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乌军通报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称 在导弹落入波兰境内的时段内 试图拦截俄罗斯导弹 防空系统启动地 离遭受导弹袭击的地区不远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证据显示 这起事件属于俄罗斯的 虚域攻击 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 俄乌冲突蔓延到波兰 或者更大范围的担忧将会被解除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听称 向乌克兰提供的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现已投入使用 且成功率高达100% 英国外交大臣克莱福利表示 尚不清楚导弹袭击的具体情况 英国不会急于做出判断 北约会继续导弹 决定正确实的事情 英国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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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约政府在召开紧急会议之后 将军队调至最高警戒状态 这也是波兰近30年来 在安防领域所遭遇的最危险的时刻之一 当地时间11月16日 波兰总统杜达发表声明 表示落在波兰境内的导弹 不是向北约国家发起的攻击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导弹是俄罗斯发射的 同时很有可能是乌克兰的防空导弹 11月15日下午 在导弹调入波兰境内后 波兰当地媒体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报道 而波兰政府是在接近午夜 才最终确定了导弹调入波兰的消息 同时措辞也非常谨慎 根据波兰当地记者的分析 波兰是距离俄乌战线最近的北约国家之一 因此这样级别的事件发生之后 如何回应可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因此政府也必须小心行事 波兰民众对勤势的发展表示不安 而一些民众对波兰政府的反应表示不满 同时反而情绪高涨 在他们看来 如果俄罗斯不对乌克兰进行这样规模的轰炸 导弹不管是来自俄罗斯还是来自乌克兰 都不会落在波兰的国土上 造成波兰人的伤亡 如果我们从澳大利亚和巴兰 从澳大利亚的观看来 我们说当然这是俄罗斯 因为它是太长的距离 between the Polish-Ukraine border to the Western Europe 但从我们的观看来 如果我们直接说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说这是俄罗斯的责任 我们可能会变成这些关系 你知的事 因此人们想要明信 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但是波兰人用这些情况 我们不想要进行上升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和俄罗斯 讨论وا对 Estados Unidos 巨大利亚和俄罗斯 如果我们只是说 另外一个上升 这是一个问题吧 凤凰武士孙谦 波兰华沙报道 相关话题继续邀请 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 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郑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杨子 我们看到波兰导弹事件 是余波震动 您对事件的影响 还有后续的发展 有何观察 对 波兰遭到不明 导弹的袭击 造成两人死亡 这件事情呢 已经过去了 差不多30个小时了 大体上的一个结论呢 已经开始比较清楚 包括美国北约 也包括当时国波兰 自己都认为呢 这可能是一个误射 或者说呢 可能是发射呢 是来自于这个乌克兰的导弹 而不是从俄罗斯发射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 大概的结果就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有关的调查 仍然在进行当中 所以呢 从这件事情来看 虽然已经有了一个 初步的一个结论 但是呢 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 还是不饶不让 一口咬定 这个导弹的发射呢 是俄罗斯发射的 而且呢 要参与相关的一个调查 无论是总统泽连斯基 还是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还是乌克兰的情报部门 都在坚持这个导弹 就是俄罗斯的发射的一个导弹 那么 但是呢 这件事情呢 虽然余不未了 但总体上来讲 避免了一次更重大的一个危机 就是北约和俄罗斯的直接的对抗 因为根据北约的第五条 相关的一个规定 那么如果说一个国家遭到这个袭击的话 其他的成员国都会协访 都会参与 对抗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危机虽然避免了 但是事情的缘由还在调查当中 通过这件事情呢 我们得出了几个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感悟啊 第一个呢 就是战争爆发 它的危险程度 它所造成的伤害 可能不极限于战争的双方 有可能波及其他的国家 而这次的事件 它就说明了 这种可能性 它是非常现实的 波兰 因为这个导弹 落到了波兰 造成了伤亡 那么因此呢 战争所带来的影响 绝不仅限于交战的双方 而有可能波及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地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如果 所有的当事国 如果不冷静的 专业性的来处理相关的事件的话 就有可能 使战争冲突 进一步的升级 造成更广泛的冲突和战争 那么这个潜在的风险 是非常现实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不能够很好的 理性的 客观的 冷静的处理相关的事件的话 那么战争进一步扩大 成全球性的战争 地区性的战争 甚至于全球战争 都是有可能的 那所以呢 这是一个教训 也是一个启示 当然这个事情呢 还在进展当中 我们会密切地予以观察 但是总体上来讲 非常万幸的是 他避过了一次 更大规模的 一个大战的情况发生 这样子 的确如此 也谢谢郑豪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特朗普宣布 角逐2024年的总统大选 共和党内部呢 出现了分歧 更多的消息 我们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 王悠佑 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交点 悠佑 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人人 我们先一起来看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15号宣布第三次角逐 2024年总统大选 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再次参选 看法不一 而民主党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的团队 已经开始实施一项 名为特朗普项目的计划 以应对特朗普的挑战 尽管共和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 总体表现不尽如人意 但特朗普仍然按照计划 于15号晚间在海湖庄园 正式宣布参与2024年 美国总统大选 特朗普的亲密政治盟友 立即对这个决定表示支持 例如极右翼的 佐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 德州共和党众议员内尔斯 他表示美国的复兴 从特朗普宣布再次竞选开始 而特朗普在美国国会 参议院的亲密盟友 南卡罗兰纳州参议员格雷厄姆 尚未对特朗普表达直接支持 但对特朗普公开的政治策略 表示称赞 格雷厄姆在推特上写道 如果特朗普继续保持这种基调 并始终如一 他将很难被击败 但另一部分共和党人 特别是共和党建制派 则直接指出 特朗普无法成为党内提名人 这包括马里兰州州长霍根 阿肯色州州长哈欽森 而特朗普昔日的手下 前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 共和党将有更好的选择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共和党需要向前看的领袖 而不是总是回顾过去 并自称是受害者的候选人 纽约时报报道称 针对特朗普第三次竞选 并宣称要夺回 从他那里被偷走的白宫 拜登团队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 实施一项名为特朗普项目的计划 拜登的通讯战略师邓恩 和白宫副幕僚长迪龙等顾问 正在制定应对措施 这包括强调特朗普 是美国民主的威胁 特朗普执政四年 并没有给美国人民 带来实质的福祉等等 虽然拜登尚未正式参选 但知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的参选将会激励拜登 因为拜登认为 他是唯一可以击败 特朗普的民主党候选人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美国媒体今天关注的重点内容 路透社关注美国假日记旅行 美联航周三表示 预计感恩节期间 全美将有550万旅客 搭乘美联航的飞机 比2021年增长了约12% 美联航预测 其在感恩节期间的载客量 将与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相当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表示 在截至周二的一周内 对1490万人进行了安检 略低于2019年同期的1530万人 美国交通部周一表示 今年8月的航空客运量 仍比疫情前水平低了8.6% 彭博社关注美国芯片行业 美国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周三表示 将两款晶片的产量 初步削减约20% 称公司正设法 进一步削减资本开支 预计2023年的市场前景 已经弱化 正在采取行动 以期限制库存水平 将继续监控行业形势 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主播 好的了解 谢谢悠悠带来的相关资讯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一会儿见 习近平同印尼总统组科 执行会谈 两人海视频观摩 亚万高铁事业运行 并观看两国合作成果 展示视频 中国辽布表示 APAC会议期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举行双边会晤 波兰总统表示 波兰与美国已启动 调查边境爆炸事件 其他国家想要参与 需经过两国统一 乌克兰七个地区 恢复电力供应 但是电网完全恢复 仍需时间 在顿巴斯地区 俄乌双方都称 成功打击敌方阵地 英国经济乱局持续 通胀创41年来新高 英国社会呼吁当局 关照弱势群体 应对生活危机 伊朗西南部集市 遭武装分子袭击 造成至少5死15伤 目前尚无组织宣称负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16号表示 经中日双方商定 在曼谷亚太清合组织 第29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期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进行双边会晤 这是两国领导人 首次正式会晤 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届时将就中日关系 和共同关心的 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中日互为近邻 同为地区重要国家 今年是中日邦交 正常化50周年 双方应顺应潮流 大势 坚持和平友好 深化互利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共同致力于构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 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领导人 将于17号举行会晤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6号在印尼表示 期待通过中日领导人会晤 构建建设性稳定的 中日关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周三在印尼回答 随行记者提问 他就预定17日 在泰国曼谷举行的 中日领导人会谈表示 日本期待构建 稳定的中日关系 案件还说 日本也关注此前结束的 中美领导人会晤 中美关系对国际社会 至关重要 日本将继续强化 与美国的关系 就中国等问题 同美国加强合作 岸田还就波兰遭导弹 袭击问题表示 日本全面支持 波兰的相关调查 他还提及明年的 七国集团峰会 将在日本召开 强调日本作为亚太地区 唯一的七国集团成员国 将在乌克兰局势等 安全问题上 与七国集团和北约协调行动 方卫视 虎岳 日本东京报道 北派和亚太经合组织 高官会 在16号闭幕 会议主席随后公布了 会议取得的一系列成果 包括与会高级官员 同意了曼谷目标的 最终草案 这是本次系列会议预期 将发布的 三个重要文件之一 会议主席 泰国外交部副部长 塔尼在发布会上公布 当天的高官会总结会议 通过的曼谷目标最终草案 包含四个关键目标领域 Apex senior officials agreed on the final draft of the Bangkok goals on the BCG economy which will be submitted for a leader's endorsement The Bangkok goals will serve as a roadmap to advance Apex sustainability and inclusion objectives focusing on four key areas namely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sustaina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waste management 塔尼进一步透露 草案确定将通过建立 监管框架等四个要素 来推动目标实现 These goals will be implemented through four key enablers namely conducive regulatory framework capacity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networking among stakeholders The Bangkok goals will chart a new course for Apex sustainability agenda by translating the vision and direction laid out in the Putajaya Vision 2040 本次高官会也关注到 泰国关于设立 年度Apex生物 循环绿色经济奖的提案 以激励更广泛的群体 参与BCG经济 这将成为曼谷目标的支撑 塔尼表示 这一奖项和曼谷目标 将成为泰国Apex 主办年的重要遗产 今天我们的高官会 是今年的第四轮 也是最后一轮高官会 14号开幕 历时三天共有五场会议 17号上午 部长会议就将启动 为随后召开的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做最终准备 凤凰卫视远王涛泰国 报道 正在曼谷举行的 Apex工商领导人峰会 被视作亚太地区 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 和政府领导人对话平台 贵州茅台集团 作为参与本次峰会的 中国优秀实业代表 以及峰会赞助商 在会前拜会 泰国中华总商会 双方表示 将把握中国经济稳定发展 国际国内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携手促进中国企业 在泰国和区域的发展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丁雄勋表示 参与本次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 是深入贯彻 二十大报告的务实举措 我们就是在积极践行 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创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全面布局扩大开放 二十大以后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开场了系列的外交活动 我们感到坚定了 扩大开放的决心 作为企业来讲 我们就是要抓住 开放政策的红利 拓展国际市场 实现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 丁雄军指出 茅台出口贸易已有近70年历史 产品行销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 这次依托亚太经合组织平台 进一步开拓泰国及亚太市场 将推动茅台这样的民族企业 更好地参与全球经贸合作 克服经济下行压力 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亚太地区是现在全球 经济最活跃的一个地区 是华伦华侨最多的一个地方 也是茅台在国际化市场当中 做的最好的一个市场 我们将进一步 把亚太地区作为 茅台九头掌国际市场的一个样板市场 越是困难越向前 越是挑战越奋斗 虽然现在经济还有下行的压力 消费 场景 还有一些萎缩的现象 我们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就是要开拓市场 提高应变的能力 在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前 丁雄军拜会了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 林楚钦表示 茅台不仅是优秀中国企业 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助力茅台在泰国更好的发展 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泰国各发展政策的深度对接 泰国中国总商会 长期之力以推动泰中友好及多领域合作 搭建泰中双线投资平台 我们将进行与各方携手 推动泰国协胞活胜 我助九国重新发展 以扩大开放的机翼 参与九国一带一路 与泰国工业顺点灵 与一些东部经济走廊 深度对接 泰国中华总商会 希望能有更多像茅台集团这样的优秀中国企业 可以借助泰国的地缘优势和良好的营商投资环境 在泰国建立海外业务基地 连接东盟进而拓展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凤凰卫视远王涛泰国 曼华道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消息 美股在周三全线收敌 大型零售商塔吉特预测 假期的季度销售意外下跌 股价重挫超过13% 令零售板块成仰 而美股近期上涨之后 许多的投资者认为 市场的涨势过于拉伸 短期内将会回调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爆 33,553点 跌39点 跌幅0.12% 纳斯达克指数 收爆 11,183点 跌174点 跌幅1.54% 标普败指数 收爆 3,958点 跌32点 跌幅0.83% 详细一下 看一下中纽约记者 发回来的报道 周三美股收跌 市场情绪一方面 是受到了零售巨头 Target不加财报的影响 那么公司上季度 净收入是同比减少了一半 公司股价暴跌13% 那这和此前公布 乐观财报的沃尔玛 是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那说明零售行业的表现 正在出现分化 实际上在周三 另外一家零售公司 Lois公布的财报 就好于预期 公司的股价是上涨了3% 另外美国的整体消费 其实还是呈现一个扩张态势 因为在周三是公布了 10月份全美零售销售额 是上涨了1.3% 超出市场预期 但是华尔街对于 这份数据的解读 并不积极 因为一份积极的 仍然在扩张的消费数据 意味着可能会刺激 美联储继续加息 另外周三芯片股普跌 是拖累了科技板块 美光科技是宣布将减少 明年的资本支出 并且下调内存芯片的产量 公司的股价是收跌6.7% 费城半导体指数 整体是下滑了超过4% 不过盘后 另外一家芯片公司 英伟达是公布了乐观的财报 公司的数据中心收入 同比增加三成 那么股价盘后是反弹了3%左右 另外值得关注的 还有能源板块 是伴随着油价的下滑 成为了标普11个板块当中的 领跌板块 板块跌幅超过2% 那么对于中国等市场需求的担忧 是超越了德鲁日巴 输油管道的恢复运营 油价是重新的下滑 布轮特原油跌1.2%至每桶 92美元左右 德州青田油是跌至85美元左右 其他资产方面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 目前仍然是维持在3.7%的下方 而美元汇率是小幅下滑 美元指数DXY是下滑近0.1%至106 而黄金的价格是基本上持平 是在1770美元每盎司左右 富豪卫视陈飞飞 纽约报道 稍后回来 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